第247集 就在夜勤进入临海城后 就有三道法器鸿蒙是出现在了临海城的上空 正是追杀夜勤大半天死活不肯放弃的三名金丹修士 那小子驾驭乌光在这一带消失不见了 必定是跑进临海城内躲了起来 我等立刻进城 搜天入地也要把他给找出来 抱我这端壁之仇 魏姓大汉朝下方的小城池望去是气急败坏地嚷道 临海城 葛姓老者目光猛然一缩是神情凝重的冷声喝道 喂老弟不要乱来 这临海城可不是咱们闹事的地方 葛秀你似乎是来过这里 朱姓修士朝葛老者是疑问的问道 不错 曾经来过这里一次 这座城池是前往血色之海的一座中途补给刀屿 由传送镇进入血色之海的深处 城内实力强悍的金丹修士可是不少 来历都是极为复杂 甚至还有猿鹰旗的前辈 路过此地的人谁敢在城内随意地搜查呢 如果一个不小心得罪了一个猿鹰前辈 咱们几个可都吃不了兜着走啊 葛老者是心生敬畏地说道 魏姓大汉随之一愣是吃了一惊 他们三人呢是一直在东海诸岛活动 三人也从来没有打算去过那遥远的血色之海 所以也就没有一起来过这临海城 这次要不是因为夜勤的话 他们也不会出现在这里 要是有猿鹰旗修士在这小城之中 那给魏大汉几个胆子也不敢在城内是大咧咧地搜人呢 这小子也太狡猾了 他往这连海城内一躲 我们就速手速脚 根本无法追查到他的下落 可兄 现在我们怎么办 魏姓大汉是恨声地说道 让我想想 突然葛姓老者是目光一亮 喊一声说道 明得不行 那咱们就来按的 数年前我来此地的时候 曾经结交过一位祠岛的一位金丹七杰修士 是祠岛的一个小地头蛇吧 虽然此人没有多大的势力 但是找人应该还是可以的 看看能不能请他帮忙 在城内找出那个小子的踪迹来 只要是不得罪其他的修士 我们和那个小子的恩怨 别人也不会随意插手干涉的 叶琴此时是来到了独宅小院的闭关室之中 开始静心练剑 自于古箭上篇大五行剑中 叶琴只剩下最后一柄水系原神飞剑 未能炼制出来 如果一旦五柄原神飞剑组成剑阵的话 那威力绝非单独的五柄飞剑可相比的 不过呢 每柄飞剑的炼制的过程都有些复杂 尤其是最后一柄天衣优水剑 那更是难上加难 因为光是处理这天衣优水就是个头疼的问题 磁水呢 是寂灭之水 能消失一切法力和生机 用法力去操控它 它极短的时间之内 便能把法力给消失一空 普通的法器碰上它 很快便会丧失所有的法力 这就导致普通的水系练器法术 对天衣优水根本没有任何作用 不过呢 想一想 这死记一般的优水 却偏偏能养出东海修仙剑 堪称顶级灵物的紫幽灵 不得不说 这个是个匪夷所思的事情 好在呢 紫剑真君他老人家早有了对策 在古简之内留下了天衣优水的炼剑之术 否则的话呀 叶琴纵然有天衣优水 也只有是甘瞪眼的份了 叶琴是仔细翻看 自于古简上篇数遍 上面记载的是 炼制天衣优水是采用一种名为 水火混炼术的炼器术 这种炼器术呢 记载上写着是需要几种辅助材料 其中以 墨松炭穷精液 最为珍贵稀罕 而天衣优水已经足够 只缺水系原精 而叶琴突然想到 他在海底珊瑚森林之中是得到了一枚并没有损坏的完好的七阶幽灵虾 结果他用了数日的功夫就将这腰单之内的圆精给提炼了出来 主炼器材料都有了 叶琴开始去收集辅助炼器材料 林海城虽小 但是却有着众多珍稀的原材料 这个还真得感谢血色之海了 他那是在城内花费了两日的功夫 便找到了自己所需要的几位辅助炼器原材料 叶琴是压着心头的喜悦 匆匆的进入到了四壁空荡宽敞的炼器室内 紧闭时事重门 以阵器布下了防御法阵 然后呢 盘歇而坐 将尹甲卫同他腹内的天幽水 幽灵腰下的圆精 墨松炭穷精液等等物品是都拿了出来 叶琴是神情激动的想着 这是他五星剑阵中缺的最后一柄 原神法器了 一旦此剑炼成 便能组成大五星剑阵 五剑一体 攻防实力会大增 紫剑神君在紫衣古剑中自夸 他研究出来的大五星剑阵 在金丹七内无敌 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真的 可是这大五星剑阵的强大威力 那是毫无疑问的 如果是那样的话 下次再同时遇到几名金丹七修士围攻 那就不用畏惧了 但是很快地收敛心神 将注意力都集中在炼气之上 搜的一声 叶琴右手拍出一道法力打出 引甲卫的腹内立刻有一滴天衣油水 被凌空射取了出来 浮在了他身前的仪仗之处 这一滴的天衣油水只有水珠大小 泛着淡淡的幽黑色泽 似乎在吸收一切外放的光芒 他还散发着微弱的寂灭气息 急速地消耗着叶琴打出的法力 而就短短的一小会儿的功夫 这个就让叶琴感觉是有些吃力了 他是需要不断打出法力 维持其悬浮在半空之中的天衣油水 叶琴虽然早熟知这种情况 但是此时心中难免还是感到心惊 以他现在金丹七一层的修为 驾驭一柄高阶飞剑欲剑而行 可以连续飞行一个月不停歇 如果中途喝灵酒补充法力的话 那飞上一年半载的那也不是什么问题 而他现在操控四柄元神法剑进行斗法的话 也大约能够维持一个时辰左右 可是操控这小小的一滴天衣油水 却只能维持短短的几个时辰 所以他的脸上是浮现出了担忧之色 而且以后就算天衣油水剑炼成 还真不知道需要多么雄厚恐怖的法力 才能驱使此剑 要是自己全部法力使出 都无法驱动这天衣油水剑 恐怕这最后一柄飞剑炼成 自己还是用不着 不想这些了 先炼成再说 既然紫剑神君说 大五行剑阵一旦练成 金丹七内横扫无敌 那么金丹七的修饰应该就能用此剑 叶琴是自语了几句 不再孤立那么多 是紧接着右手一招 将地上放置的一块三寸长的 墨松炭水凌空悬浮了起来 天衣油水墨松炭 两者合在一起并不相容 在叶琴法力的强行挤压之下 那一滴天衣油水才渐渐的渗入到了那一块 墨松炭之内 这时呢 他又凌空摄取了一滴穹精液 终止一谈 那一滴琥珀色泽的穹精液啊 在半空之中划过了一道孤壶 将墨松炭是迅速的包裹住了 紧跟着又打出了一小团的三寐真火 将穹精液和墨松炭是同时点燃 砰的一声 墨松炭立刻就凶凶的燃烧了起来 而那一滴穹精液更是火上浇油 其火焰呢 甚至比三寐真火还凶悍几分 而且此火是更具有持久性 整个炼气室是如同置身地底 炎浆之中 在水火交加炼制之下 那一滴天衣油水才开始气化 火焰是足足杀了一炷香的功夫 方才熄灭 墨松炭和穹精液是一起焚烧殆尽 彻底消失 而天油水在炽烈高温下 大部分呢 是全化为了气物 在空气中消失 只剩下了一丝 比发丝还细的油水 是无法提炼 悬浮在半空之中 其光则是更加的幽黑深邃 贵宝一般的璀璨耀眼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经典玄幻类小说 《紫腐仙缘》 叶琴的脸上是露出了惊喜之色 因为添加了墨松炭和穹精液 此时原本呈现青色的三昧真火 几乎是成了青黑色 火焰呢 要比平常更深 焚烧也更为的凶猛汗烈 恐怕连顶阶法器 也都能被磁火在很短的时间内焚毁 磁火如此强悍 却依然无法让天衣油水完全焚烧殆尽 那剩下来的可以说就是精华之液了 叶琴以法力操控着这一丝的 天衣油水的精华之液 他能够清晰地感觉到 这一丝精华液的品质 要比未提炼的天衣油水 那高出数十倍 而此时叶琴感觉到的是 以他现在的法力 可以连续操控 这一丝精华液二三日之久了 其实这哪里是炼器 简直是在烧零食 而且烧的还是中品零食 一炷香的功夫 便耗去了一块墨松炭和穹精液 便等于是烧去了 一二十块中品零食之多 叶琴将这一丝天衣油水的精华之液 放到了那个刚买回来的 银瓶器皿之中 他是稍稍调习了一下法力之后 又从银甲卫腹内 设取出了第二滴 天衣油水 就这样 叶琴是在临海别院的 闭关室内 反复地提炼着 时间是日复一日的流逝 三个月之后 叶琴将天衣油水 是完全地提炼出来了 而下一步就是水剑炼行 这一步呢是非常关键 是将水系主材料 炼为法器形态的核心关键 必须是严格按照 自一股茧上的步骤进行炼制 是不能出现丝毫的差错 叶琴休息了一天 将精气神恢复到了最佳的状态 并且是准备好了 最顶级的九品阶的灵酒 他是神色凝重 深吸了一口气之后 双手掐炼器法诀 接着呢就打出了一连串神秘的手印 由法术手印凝成的一团 幽蓝光滑就出现在他的手中 渐渐的这团光滑之内 是闪烁起一道道的咒法光芒 充满了神秘咒法的光滑 是越来越亮 是急速变换着形态 化为了一柄锐利的剑形 起 叶琴将小银瓶内的一团 天衣油水精华 完全的是凌空摄取了出来 接着呢他猛然拍出手中的一大团光滑 这大团妖魔的光滑完全将天衣油水精华液 给包裹住了 将其化为了剑形的水剑 而这一大团幽蓝光滑一触碰到天衣油水精华液 便像是雪遇到猎羊一般开始急剧消失 不用一小会儿的功夫便会消失完毕 不好只怕剑形还没完成便要光滑消尽 叶琴眼中力芒一闪猛的喝了一大口零酒 体内法力充盈是双掌接连拍出 此时再看那一团光滑已经是恢复了光芒 也不知道是过了多久 天衣油水剑精华液在练气法掘的操控之下 渐渐凝聚成了一柄小飞剑 剑身数寸余长 上面布满了细密的神秘咒法 密密麻麻的熟之不尽 此剑的色泽更是幽黑无比 如同深邃的星空 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寂灭威严 水剑定型 还差最后一步加入元晶 叶琴是将一滴早已经准备好的幽灵妖下的元晶 从一个小瓶子之内是摄取了出来 将幽灵妖下的元晶是小心翼翼的融入到了水系剑身之中 而原本幽黑深邃的剑身加入了元晶之后 色泽开始渐渐的变得透明淡薄 当所有的幽灵妖下的元晶和水剑融为了一体的时候 再看此剑 在半空中是若隐若现 是收敛了所有的气息 幽灵妖下元晶居然保留了它隐匿的特性 叶琴是狂喜是狮声惊呼着 紫玉古剑之中并没有指明必须用某种元晶 只要是水系元晶便行了 叶琴使用这幽灵妖下的元晶 纯粹是因为方便 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这元晶居然能够让天忧水剑收敛寂灭气息 甚至隐匿了剑身 这完全是一个意外的惊喜 而就在叶琴隐身东海小城炼制天忧优水剑的时候 却不知外界已经因为狼牙秘境的开启 是掀起了轩然大波 大家都知道的是 第一个那就是五百年开启一次的狼牙秘境已经开启了 而另一个消息 那就是天道盟和天魔盟派遣出了八十名金丹七修士组成的大队 去征讨某座小岛的土足部落机缘巧合闯入了狼牙秘境 但是却遭到了几乎全体覆灭的下场 仅仅只有十一名金丹七修士是活着出来了 这两个小道消息几乎是震动了整个东海修仙界 是引发了惊诧 骇人和愤怒 北方诸岛 周遥 廖小新 金中山 潘林等四人返回北方诸岛的白浮城 随后各自回到了仙宫 周遥跌回铸鸡七修为的情况很快便被紫剑宫上下得知 此事是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核心金丹七修士跌了境界受到重创 这对仙宫来说那是大事 妹妹 你怎么跌出金丹七了 是谁伤了你 令你大损元气 周遥的兄长周易是愤怒地问道 周遥的脸色是有些苍白 他是飞快地摇了摇头说道 哥 老祖族在哪里 快带我去见老祖族 我有事要向他禀报 周易见他的神情之道此事重大 是立即带着周遥去拜见老祖 姚儿 你去征讨东海土族部落的任务完成了 怎么修为大地了一个境界 这是怎么回事啊 你详细说来 是 老祖祖 周遥立刻是向紫剑宫公主周易是详细说明了征讨土族部落的整体经过 而当周遥讲到奎牛谷并且此谷在叶琴身上的时候 周公主是罕见地露出了错之色 紧接着便是大喜 很好 叶琴若是能将奎牛谷安全地带回紫剑宫 便是立下奇功一剑 无论他提出任何请求 本宫都会满足他 当然 姚儿你同样也有功劳 要什么奖赏到时尽管开口 多谢老祖宗 还有 这奎牛谷的事情除了你和叶琴二人 还有哪些人知道此事 当时见到奎牛谷的修士很多 有三四十名近南七修士 不过 这些人几乎都是阵亡在乾坤奇门镇内了 只有我 叶大哥 还有金中山 广宇宫的廖小新 宁华宫的攀林我们五个人逃了出来 另外 还有宇维峰 他想独吞奎牛谷 我们五个人就一同将奎牛谷给抢了过来 周瑶一边察言观色 一边小心翼翼地说道 宇维峰 此事将他也牵扯进来了吗 周公主是微微皱起了眉头 是的 可是宇维峰欺人太甚 不但想要独吞 还想置我等五人于死地 最后 宇维峰身亡 周瑶是不敢再隐瞒下去了 知道呢 瞒也瞒不住 所以啊 就禀报了此事 哦 呵呵呵 你们做得很好 周公主是点了点头 她甚至连问都没有兴趣问 五个人是如何杀了宇维峰的 瑶儿 你带回的这个消息 民族珍贵 这里有一枚接金丹 你先回去闭关修炼 尽快重回金丹七境界 其余将赏嘛 带你重新成为金丹七修士 再领取吧 谢老作作 周瑶大喜是身手 接住了那枚珍贵的接金丹 下一刻 周公主朝一旁的周易说道 瑶儿 你现在立刻去办妥两件事情 第一 立刻带本宫核心修士 去找叶琴 将他和奎牛谷一同安全隐秘地 护送回子建宫 此事很紧要 事关重大 不能有丝毫查错 于宗主剩下的寿源并不长了 他一旦先是白浮宫碧人衰落 天道蒙北方诸道宗主之位一主 那是迟早的事情 如果奎牛谷在我的手中 对夺取北方诸道宗主之位 那是大为有利 另外一件 你安排人放出消息 就说严豪和雨微风二人 在狼牙秘境之内 为了争夺大神通骨气奎牛谷 起了争执 相互厮杀 至于他们两个人谁杀了谁 奎牛谷又在谁的手中 没必要细说 让严巨头和雨松主相互采议去吧 如果他们能因为此事翻脸 那对我此剑功是有好处的 周公主是背负双手 冷冷地吩咐说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